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曾彤彤彤 今天呢是上班的第一天 我6点50就起床了 因为我们公司离我住家那边特别远 现在很多大公司都搬到南门 就是天府新区天府二阶三阶这边了 然后我测试了一下 像早上我的通勤时间大概就是 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就可以到 但是还是觉得好久啊 一天差不多有三个小时要花在路上 我一天就在青山里头 那次有别的小白 南门上 走得太着急了 都没有买早餐 算了 连个便利店都这么多人 被圈退了 不买了 重新找一下 啊 我也要该开一下咯 南门真的不一样 而且根据这些大老鼠都是 哎呦 都是年轻 才是把猪歪到 早上的氛围都能开得出来 好急急忙忙呀 好 还有十分钟 前面就是公司了 今天没有迟到 也差不多算准了时间 以后都可以按照这个时间来 就可以不用急急忙忙的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拖延症有点严重 我就害怕我迟到 有她一直要去的地方 烦恼的事情都不会在意 走过了一段一段的成长 有一个姑娘她就在路上 遇到个很多很多的失望 无关的人啊 就说声再见 有过的梦想在生长 这一个姑娘她就是你啊 她不在意昨天 现在已经8点40多了吧 然后我才下班去公司 今天第一天哈 说实话我没想到这么晚下班 我估计就我回家最早最早 应该都要10点钟了吧到家 还没有吃晚饭 等些人说成都的生活有限哈 怎么没的压力 可能她是没有到天赋行去了 每天早上就像打仗一样 然后晚上你看这么晚了 还是很多人呀 我突然发现到天赋二街这边 居然坐地铁会更快 我一直以为只有高价比较方便 我现在就只有坐地铁回家了 哎 今天我们这个项目 就我的领导 走的时候跟我一起走 他跟我说 他说我们今天 其实都算比较早的了 他说另外一个项目组的 他们经常开会到凌晨的12点1点 然后基本上都是很晚很晚才走 哇 突然间感觉 哎 生活太不容易了 穿这个鞋 把脚都打破了 好重要这个地方 太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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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